幽默的 就是冷冷的 但很好笑 喔 就是講話比較有挑釁 不要沒有邏輯這樣 對對對 倒 全窗 倒了 哈囉大家好 這也是NOMI 歡迎收看校園娃娃娃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政治大學 找到他們公開二校女排的美女神局 據說她不只拍球打得好 她的鋼琴也是非常的有一首 聽說她是一位直男看了 都會暈到爆的女生 你們游船要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出發準備上船了 OK 那我們現在捕捉到 正要去練球的正Messenger 我們先把她抓起來問幾個問題 妳現在有空嗎 我簡單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古紀文 大四升大五就讀政大會計系 那平常有什麼興趣嗎 我喜歡抓魚跟看星星 最近是抓魚是去哪裡抓的 去蘭嶼抓 在一個祕境 然後我們就想說一定要抓到魚 因為有一些有一個種類的魚很兇 然後他就一直咬 我的朋友 我就說是時候開始斬首示眾了 然後我就拿我的那個魚服帽 當那個陷阱 然後這樣子轉 然後又一直吵進去 最後成功 沒有 我有抓不是他的魚 斬首示眾 徒手這樣 就像花木蘭這樣 對 那因為妳之前是東山女排畢業的 嗯 簡單幫我介紹一下 妳前年的HOTO打球打了多久嗎 我國小大概小五小六 比較正式打 加大學大概十二年 平常比較常去哪裡打球 有時候會去實踐這邊 差不多 差不多吧 那妳現在好像要先去練球 妳其他問題我等妳練完球再問 OK OK 出發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我们现在捕捉到刚练完球的古迹人了 听说你以前有学过音乐 你打球跟学音乐的契机是什么 两个都不会变坏 学音乐还是不会变坏 小时候很喜欢把自己塞得很慢 就是一开始是练金素子台的 同时在钢琴还有上法文课 Bonjour je m'appelle Giselle 我叫Giselle 就是我的发明 好溜哦 没有我只为这个而已 那我们今天要有准备两个特殊项目 你可以分享一点你吹自己的小故事吗 有一次我就 反正就跟我朋友借了一把纸笔 在我室友快要进到房间的时候 然后他开门的时候 我就会吹全家的开门声 关门的时候再吹Seven 或者是其他便利商店的声音 假设现在室友进来了 嗯 那个啊 就这样啊 外来都这样 出去来 出去要怎么样 出去我就是 没有我是说室友要怎么样 我没有管你要怎么样 他室友没有事 都会解内衣然后这样 拿个洗衣篮出去 然后开门就走了 待会有剧本是这样了 我会演他室友 我要开一只脚翘脚脱 我回来啰 然后他就会开始 不是啊不是要表演他的直的地方 怎么搞成这样 我回来啰 然后我记着解内衣嘛 一定要解 所以平常就是会拿自己去 戏弄你的朋友就对 就是唱到一点小金石 今天还有第二个项目就是 你有学过钢琴吗 还是有准备他 还是有准备一台电子琴 那现在就看你的发挥 OK 他自己有准备两首歌曲啦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看他表演 一首就是大黄蜂 第二首莫扎特的安眠组之类的吧 OK 我们就来听看到底是不是大黄蜂 有大黄蜂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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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蜂感觉 第三首歌 sexual需要 彼此跳 ohne 专门课 華人会kan 有一大胜明 ' 主持人 欢迎 粉丁 直接 谈 想 影子 它的 圈 你怎麼沒碰琴 七年啦 反正談战已經很屌了 沒有嘛 沒有啦 那我們現在才藝表演結束了 我們就繼續問他幾個問題 OK 那我們現在一樣到我們 觀眾謀福利的時間呢 來開始分享你的理想心吧 我喜歡 幽默的 就是冷冷的但很好笑 一點震驚講幹話的那一種 聰明的 所以又是一個 不是禮大別來沾邊的 後來不是這樣講 東話哈佛也可以啦 正大啊 正大的東話哈佛 喔齁齁齁齁 就是講話比較有條理吧 不要沒有邏輯這樣 但我講話蠻沒有邏輯的 所以我需要講到一個邏輯 來幫你綜合一下這樣 OK 身高還是會看 173 174 以上吧 173 174 就過關這樣 有沒有什麼 黃紅藝人偶像那種可以舉例 微禮啊 曾敬華 我們校長也不錯啊 就那種笑起來好看的 他很會考慮 沒有 也要我先炸到魚 那你以前有沒有遇過什麼 很瘋狂的追求 或很特別的追求對象 我之前國中的時候去比賽 就是跟棒球隊住在同一棟飯店 然後那時候我進電梯的時候 電梯門要關上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棒球隊剛有看到我 然後就乾脆到眼淚 後來他就找到我朋友的FB 然後就問我喜歡吃什麼 然後你朋友就照此回答 對 你那時候沒有很討厭他啊 沒有啊 因為有吃但好啊 你說不管怎樣免費的先拿 免費的誰不要啊 確實 確實 肯定跟他說我喜歡吃錢這樣 我喜歡吃一些 美金啊 外匯了 他想比我還遠耶 美金匯率比較高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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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跟我朋友講一句 他就說什麼他被我電到 然後我想說 我就只是 我只是關門而已 我就沒幹嘛 好 第二個是 有一次我在配眼鏡的時候 然後我就坐在這裡 對面有兩三個八加九個 在那邊也是在配眼鏡 可是他很早就配完了 有吃半甲嗎 有 就是 應該是大X的 應該XX的 我就看他配完 可是他一直在等我 然後我就 他起來的時候 他就小跑步 然後去幫我開門 他們有一個女生朋友就 把他跟我要了IG 可是我就推脫很多次 反正我後來還是有給 心軟的 因為我沒有 我很怕被打 回到家之後 他就密我說 你喜歡吃螃蟹嗎 然後過沒多久就問我說 你喜歡吃蝦子嗎 就他一張 他在釣蝦場的照片給我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人真的很奇怪 我就把他轟鎖了 陌生的大三 你會覺得比較奇怪 對 那會不會有什麼 可能會讓你覺得 比較自然或者OK的點 就是讓你覺得 這個大三是OK的 不要太硬要 不要太硬要 然後加上背後 肯定會到光 那就是 剛剛總結一下 主要就是聰明嘛 幽默的 不要太硬要了啦 對對對 不喜歡硬要的 大家要自然一點 自然搭訕 那現在呢 為了怕你隱瞞你自己的一些個性 我現在要去抓你的隊友 來問他一些你的事蹟 我們現在出發去問你隊友 出發 就算沒有樂器還是硬要的 OK 那我們現在抓到 古金人的兩位隊友了 那你們兩個跟他 可能認識多久了 我認識三年 四年多 一年多 兩年多 當初可能對他的第一印象 或者他平常是一個怎樣的人 古靈精怪 非常多的小聰明 非常多出奇不異的舉動 第一印象會以為 他是一個很負責任 長滿漂亮的學姐 那後來為什麼 會有改變這個想法 看他的臉不會做他的動作 他都會做 一開始覺得他很兇 後來發現很皮 因為他第一天就搶我的草莓 大家不來吃 對 就是可能像我們在講的話 他可能突然從很遠方 那樣跑過來 咬你一口 咬肩膀啊 然後之前還咬過 我的耳朵 你的耳朵 然後把他咬到OK 是一個喜歡種草莓的女生 對對對 他會幫我 我會看你就講好了 我會看你就講好了 等一下 去蘭嶼之前 他跟我說 場面非常的混亂 然後他還會在我睡覺的時候 把我拍起來 正要準備睡著的當下 然後他就會把Youtube打開 插瘟之聲 喔有了有了 打到耳朵 起床囉 我就說我們明天要七點起床 我們可以睡覺嗎 我朋友是跟我打預防針說 他很兇 他是很愛嘴炮 他講話就是 嘴都放得很開這樣子 非常開 對對對 我是覺得還好耶 比較XXX 對比較XXX 會XXX別人 其實他都還好 謝謝兩位同學的分享 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OK OK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古紀委員 就是願意來參與我們這個拍攝 請問你願意分享你的IG給大家知道嗎 OK底線 B-O-N-N 兩個N 為什麼要叫OKBON 這是可以分享的 因為本來是想要叫什麼TTLONG 就是比較XXXX的 奇怪的帳號 就諧音會很好笑的那種 然後因為大家都用過了 我就OKBON 那就歡迎各位樂務什麼 四星維里安 古大曾敬華 在底下留言報名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認識的校園帥哥美女 或者是王牌 或他很有特色 都可以視訊留言告訴我們 或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 我們有機會去找他玩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喜歡 不喜歡的也喜歡 OK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欸Joe 嘿 我實在掉了 我幫你綁 喔 他真的很爛重來 哈哈哈哈 那你以前有沒有遇過什麼 追求的對象 現在已經開始了嗎 對已經開始了 可能不算開始嗎 哈哈哈哈 對 所以我剛剛還滿那個人 聽說他有很多 奇怪的搭訕經驗 我覺得我也想要成為自己 好我們大家挑戰 欸 紀輪 你知道為什麼 跟你玩左貓貓 我都會輸嗎 因為你沒有射罷嗎 不是 我不要給他 是你國際的回答 哈哈 因為我不是賣錢 也不是 那我找到了 因為他就在我心裡 好 OK 哈哈哈哈 因為在這世界上 我再找不到 下一個人的留守 你一定找得到的 有嗎 你又一次 他理性的回答 最後一招了 最後一招 大絕招 聽說你是念會計系的 我覺得這樣我就放心了 但未來我們的錢 我都可以跟你報告 找完了 好 回家 回家 我覺得 我還是不要搭訕人好了 那你們如果底下 有留言什麼 想要挑戰他的廖妹路 你在底下留言 才有機會去回你 好不好 好 自己下來看 你自己就這樣 像剛才沒有回的回答 如果可以的話 你打合格 好 你打一個OK合格 還行 OK 好 拜拜 拜拜